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对未知的蹊径和探索 到了歌曲的结尾部分时 却让人有一种分离的痛苦与刻骨的思念的感觉 曲风起伏波动比较大 有很强的情绪感染力 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我常常想 在几千公尺以下的地盒 那里究竟藏着什么 一些什么 如同我的沉默 但岩浆崩涌着 雪叶流淌着 就在不为人知的角落 到了深夜 你就会听见那无言的歌 我常常想 在几千年 那无尽的岁月 到底曾经发生过什么 一些什么 往事起伏错落 三叶虫的泥南 恐龙的寂寞 残单石头缝里的传说 闭上眼睛 你就会听见那无言的歌 是谁在那里温柔地呼吸 是谁的手把谁的手紧握 是谁在荒野中点亮灯火 在即将夜色轻轻地触摸 美丽的花纹 是谁眷客 为它涂抹颜色 青铜的光芒闪耀着 刹那尖将夜空划破 总有一天 我会找到什么 拨开迷雾和泥土 我会让它复活 总有一天 让它告诉我 它曾怎样的生活 怎样的生活 怎样的生活 故事里讲述着 在四川成都 三千年前 有一个叫 古俗金沙王都 那里曾经住着 太阳神鸟金 鱼小鱼 窝墨精灵丑 和丑的主人沙 他们幸福地生活在 这个金沙的国度里 在一场三星部落 与金沙王族的战争中 圣物太阳神鸟金博 被三星部落击碎了 金 沙 小鱼 丑 天各一方 他们只有等待轮回 转身后再相见 于是 他们深深轮回的故事情节 就在这三千年里 生动地展开了 我们一起在歌声中 寻找他们三千年的主记吧 今天节目的最后 要我们一起来聆听 由正启元 刘言 姚贝娜 演唱的 总有一天 十四年前 我看了人生中第一部音乐曲 从那天起 我相信总有一天 我会和你相遇 对 就是这个旋律 它让我相信 总有一天 我会和你 和他 和我 相遇 对 我们 相遇 我常常想 在几千公尺一笑的地盒 哪里究竟藏着些什么 一些什么 如同我的沉默 那岩江本涌着 雪也流淌着 就在不为人知的角落 到了深夜 我就会听见 那无缘的歌 我常常想 在几千年那无尽的岁月 到底曾经发生过什么 一些什么 往事起伏错落 三夜宠的泥南 红涌的寂寞 藏在石头锋里的传说 闭上眼睛 你就会听见 那无言的歌 总有一天 我会找到什么 我开着无恨迷途 我会让他复活 总有一天 让他告诉我 他曾怎样的生活 怎样的生活 是谁在荒野中 点亮灯火 在曲间夜色 轻轻地触摸 美丽的花纹 是谁卷颗 为他涂抹颜色 心痛的光芒 闪耀着 刹那间将夜空刺 我会让他复活 总有一天 你会找到什么 我开着无恨迷途 我开着无恨迷途 或是梦 或是我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让他告诉我 我们怎样相遇过 怎样相遇过 总有一天 让他告诉我 我们怎样相遇过 怎样相遇过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欢迎您继续收听你的心情我的歌